外送員騎車到目的地 一名白衣男子向前 两人迅速交手 就是这个画面 成了毒品交易铁证 起码六名外送员 一贯模式骑到毒贩家门口 尽管路人侧目 外送员和毒贩仍旧气定神闲 他们全程没拿餐 而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过程非常快速 而且若没仔细看 根本抓不到破绽 警方为了逮到这名毒贩 也一度陷入迷惘 原警掌握勤资跟监毒贩一段时间 发现他没工作 没什么外出 平常则有外送员到门口 一开始以为只是单纯订餐取餐 但后来发现不对劲 双方根本是在毒品交易 事后一举将人送办 而外送员利用植物掩人耳目 竟然买毒吸食 让人跌破眼镜 记者正位众望是韩台中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